日前台北一名全姓男子聚倒在抽窗里面 当时两名园警货报来处理 但是这名男子不仅是袭警 甚至入骂警方 因此遭到检察官是依照妨害公务罪嫌起诉他 想不到案件送到法院来进行审理 这名嫌犯却变成说当时他磕醉久了 意识不清楚 现在台北地院认为 整个事发过程当中 这名嫌犯完全没有记忆 而且他也没有主观犯意 因此判他无罪 目前全案还可上诉 原警货报有人醉倒在超商 一道场却被嫌犯袭击 实在有够倒霉 本来想造型嫌犯 不要对方出拳又辱骂 冷静了没有 我怕你 你讲话尊重一点 我们是辖区的派人手 你在对我们出言不信的话 我们可能要依妨碍公务罪 就喝太多袭警 警方当然办妨碍公务 只不过案件送上法院 嫌犯居然被判无罪 这样的结果 民众忆忍不住替警察报驱 事发当时凌晨四点多 北市这一家超商内 法院开庭时嫌犯否认犯罪 他解释他喝醉了 法官认为嫌犯走醒后 刘翰远警道歉也没有在攻击行为 任地嫌犯主官没有犯意 判他无罪 虽然辖区问华分局回应 尊重法官判决 但再看一次画面 不论有没有喝醉打警察 公然挑战公权力 法院判决无罪 不免让第一线执法远警 感到无力 记者 刘翼若为蔡婉林台北报道